講一下有少少關於這個所謂的全球化 這個美國之父米塞斯研究所的研究員 叫做歐基弗,這位人兄 他參加完這個叫做博奧亞洲論壇 這個博奧亞洲論壇主要是要促進這個國際合作和發展 他在1月5日在歐亞評論網上寫一篇文章 認為當前所謂的全球化挫敗其實不是一個偽命題 全球化可能有點慢了,但不是所謂的挫敗或者死亡 而國際貿易主要的論點就是 其實國際貿易依然生機勃勃的 而真正的挫敗其實就是美國單極霸權基礎上面的全球主義 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華爾街的輿論場就發出了說 我們現在正在目睹全球化死亡的聲音 而到了英國脫鉤,特朗普上台打這個貿易戰和中國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之後 這種論調的聲音就越來越大 不過現在數據似乎反駁了所謂的全球化已死中的說法 全球貿易去年也達到創紀錄的28.5萬億美元 預計在2023年會更加增長 不過增速可能會慢些 原因其實就是全球化本身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問題 不如說全球主義面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當這個世界各地的社會開始在經濟和政治上互動和融合的時候 全球化就已經開始發生了一大 航海時代和絲綢之路的這個州制的貿易就是全球化最早的例子 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真正起飛 而且在最近因為互聯網的廣泛採用 就得到推動更加蓬勃 更重要的就是共同話語裡面的全球化 包括了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自願的經濟活動 也都包括了政府非自願的地緣政治活動 而其實全球主義是什麼 全球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就是呼籲單極國家支持的自由上 而下的一種貿易自由化和全球一體化 而國家主義者就認為 沒有政府人和人之間的社會交易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只有當一個團體聲稱對暴力擁有合法壟斷權 然後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安全保障 紀錄財產所有權 並且充當這個爭端的最終仲裁的時候 史上才能夠存在 而全球主義就是這種觀點在國際貿易裡面的應用 而全球主義認為由單極超級大國實施和保障 由上而下的全球治理能夠實現全球化 而全球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 在戰後就得到一些有一個立足點 就是歐洲被毀滅了 這個使得美國和蘇聯就成為只有兩個有能力在全球範圍裡面行使權力的國家 而蘇聯就想支持革命 而美國的目標就是由上而下的貿易自由化 這個導致世界陷入了冷戰 不過歷史上最快的全球化時代 隨著人和平之後離開戰爭 而貿易形成為爆炸式就開始了 而在美國新自由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就要主導主流的政治 他們就用武力槍炮為世界帶來市場和民主 對美國來說就算是比較幸運的 因為他們在國內干預破壞美國的社會速度被蘇聯慢 而價格和私有財產的崩潰最終導致蘇聯在1990年代初期解體 即是說這些全球主義是在破壞美國和蘇聯的 不過就是美國就慢一點 所以蘇聯死先 隨著主要的對手蘇聯被擊敗 美國實現了一個全球主義的核心原則之一 即是單極化了 因為全球獨大 美國國家的機器在大使宣揚新的全球影響力 通過了世界貿易組織這些新的國際組織 就引入了這個自由貿易協議 因為是美國所謂的事 但自由貿易真正需要的其實就是政策的弱化 即是說你美國那麼主導的話 就很難做到真正的自由貿易 而Muray Rufberg 即是中文叫做這位 羅斯伯德在一本叫做 具有權力和市場的人經濟和國家裏面 就強烈說 在真正的自由市場裏面 就不存在國際貿易這件事 而國家仍然存在 但他們將是 他們只是一個文化的概念 而不是一個經濟單位 而任何國家對人和人之間的貿易的限制 都是對他們的自由的侵犯 亦都是社會的代價 而對於國際貿易的補貼 亦都是跟這個自由市場背道而似 又適當的自由市場 立場是雙方都完全是沒有政策的 沒有限制也都沒有補貼 令到那些人自由選擇和誰做生意 所以稱的兩邊 就不應該右手在那裡搞搞陣 歐幾乎就指出 美國這個戰爭利益集團 在冷戰期間就得了很多 財富、權力和地位的好處 雖然蘇聯徹底解體 但他們就遲遲都不認他們是打贏了 美國還不爭聲恐後地去找新的敵人 為何去找新的敵人 因為只有敵人才繼續享有這些他們之前所賺到的特權 而他們的目光就落在中東 在那裡發動了超過八場沒有必要的戰爭 而且扼殺了任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概念 而美國的單極化證明 美國的自由意志主義作家、教育、理論家、社會評論家 而另外一個阿爾伯特的評論家 阿爾伯特的理論 他曾經說的就是 在一個政府只有軟弱的時候才會有和平 即是美國強大 全世界都不會有和平出現 這種對戰爭的制度性的渴望 將會為美國的單極時刻 播下一個叫做毀滅的種子 當美國通過他在中東的冒險主義和平氣任何 他代表基於規則的秩序觀念的時候 東歐和東亞就會出現一個很緊張的局勢 令到軍工業和外交政策精英高興的就是 俄羅斯和中國政府又再次變為美國的敵人 而俄羅斯打烏克蘭是美國戰爭機器的巨大勝利 但他們也代表著全球主義的巨大倒退 而西方基於嚴厲的制裁和強制經濟設置的反應 加深了全球體系的裂行 而歐基輔也指出國家之間的很多聯繫都受到政府的控制 不過很大程度的全球化仍然受到世界消費者的重視 而全球化的速度是在放慢著 因為美國政府就試圖拉動消費者從其他地方設置 國際的貿易依然是生機撥撥的 而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就經歷了幾十年最大的挫折 在人心裡把這個單極全球治理和國際貿易 那些人其實是把兩者運為一坦 其實在說全球化仍然是不斷地變成局勢 在法國的費加羅報的網站 在1月15日就登了一篇文章 題目就叫做《海灣國家如何計劃將經濟轉向中國和亞洲的文章》 而作者就說為了減少對這個炭氫燃料的依賴 賦予的海灣國家將這個中國 整個亞洲是當為實現經濟多元化的主要夥伴 就好像去年12月第一屆的中國海灣峰會所表達的一樣 就是阿拉伯國家計劃加速轉向這個亞洲 而在世界杯期間 卡塔爾和中國簽署了一項很重要的協議 就是在27年內每年會供應400萬噸液化天然氣給中國 而法國安倫投資公司高管之一的陶阿齊就說 中國通過了大量進口海灣國家的石油 已經成為海灣國家最大的交易夥伴了 而這個沙特的石油其實是出口去中國的 除了這個能源之外 我們也看到經濟越來越互相依賴中國和中東國家 而中國的公司在所有的海灣國家都有非常重要的存在 特別是亞聯酋 它已經成為中國商品的重要進口國家 在經濟多元化的背景之下 海灣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亞洲的投資和技術 無論是5G的手機、智慧城市、網絡安全、農業 甚至年輕人的娛樂方面 與此同時沙特的大公司 包括了石油領域的沙特、沙地亞美公司 以及石油另外一個就是石化領域的沙特基礎工業公司 都在投資中國的聯酋 陶阿齊認為對於海灣國家來說 亞洲國家是他們的基準夥伴 與亞洲的關係往往比歐洲和美國的關係更加明確 因為歐洲和美國時不時都會搞這些所謂的人權問題 譴責海灣國家侵犯人權 就好像最近關於卡塔爾世界盃場館的建築 亦都有一些傳媒作大 就說很多建築的時候 很多人因此而死亡 其實就把40人作到5,000多人 而沙特和其他鄰國都在找一些外國直接投資 所以很簡單就找到亞洲直接投資 而中國就希望尋求和海灣國家財力豐厚的主權財富基金 有更多的合作 所以大家就基於一個原理一起合作 而世界上最近出現了一個大趨勢 就是靠拉攏盟有形成這個壓迫圈的美國 跟他原本的盟友越來越疏遠 即是越拉越遠 甚至變成反感和受視 而在歐洲是因為歐盟制裁俄羅斯 受到能源緊缺反誓 而拜登也走去中東求友 又求不成了 反而被歐佩克將軍還減產 但這次中國領導人訪問沙特有四架戰機護航 六架禮賓護衛機冠飛 二十一響禮炮歡迎習主席 那麼沙特皇室重要成員和政府高級人員 都很熱情地接待習主席 相比習主席和拜登老頭 他那個受歡迎程度完全是相差很遠 亦都可以見到親疏有別 那麼為什麼作為中東龍頭老大地位的沙特 對中國這麼禮遇呢 一個原因就是中國需要中東的石油 沙特這些中東國家需要市場 有重要的合作基礎 第二就是中國對於阿拉伯國家實在是比較友好 好像卡塔爾世界盃也有大量的中國元素 比如這個主要的場館是中國幫忙起的 另外埃及的新行政首都也是中國幫忙起的 另外還有可以載到二千萬人次的麥加朝聖之旅提供服務 其實都是中國幫忙起的 美國做什麼呢 美國就是施壓、霸權、操控 都令到沙特甚至整個中東的國家 其實都非常之反感的 所以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埃及這些中東國家 現在逐漸表現出向東漢議員 原本他們都是美國鐵桿盟友的沙特 更加要尋求加入兩個中國主導的國際組織 一個就是上合組織 另一個就是金磚國家 跟今次的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衝突裡面 歐盟就是美國的盟友 大家看到的下場是怎樣 有目共睹 而跟中國合作的國家得到發展 有得選擇自然會選擇 而不只是這個沙特、歐盟的離心 曾經是做美國的反華急先鞍的澳洲 亦都表現了異心 而澳洲的外長王英賢呼籲 美國重視與亞洲的經濟聯繫 而不只是說安全合作 並且澳洲和美國尖銳 澳洲對於美國尖銳對華的攻擊感到不安 而澳洲為了美國實實在在 其實它失去了中國市場 之前不只是鐵礦石、紅酒、牛肉等 這些商品的貿易都損失了 而且還有這個教育 教育就是大學 很多都損失了中國學生 女友也更加是 因為這些損失 澳洲政府遇到市民當然 不高興很多人抗議和反對 這些是一種惡性循環 你越搞經濟越不好 當然這個市內部更加混亂 而澳洲的新政府就不像以前 這個莫里森的政府一樣 當時要承受這個中美貿易 中美博弈帶來的經濟損失 所以在近年的幾次公開表態裡面 澳洲也和美國的發言唱反調 而黃英賢其中有黃英賢 對於地區的穩定經濟需求的呼籲 暗示美國過於看重澳洲安全夥伴的身份 這個其實不符合澳洲的利益 另外美國防長奧斯丁就說中國是印太地區穩定的最大威脅 但是澳洲不但沒有附和 而且澳洲的防長馬律斯也都說他們看到 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受到了壓力 其實正常人都看得到 美國優先決定了美國 其實主要有美國優先的原因已經說了 美國是不會和盟友提供正當有利的貿易合作的 而美國和澳洲的新政府的利益 訴求自然會出現分歧 大家好!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加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發給大家 東口 西琴台 東口 西琴台 西琴台 西琴台